第二个白子仁 那么白子仁呢 它来源于是这个白颗的 桥木的植物植被 它和这个凉学子学药当中的 植被液是同一种植物 同一种植物 那么它带幼稚的 那种椰片采收下来 就是凉学子学药 植被液 还能够这个驱坛止咳的 可以用于肺热咳瘦坛多 那么它成熟的种 种人呢就是白子仁 就是我们这对学的 另一味养心肝神的药 那么白子仁的养心肝神的作用呢 和酸枣仁相似 酸枣仁相似 一般认为呢 它主要是在养心 所以龟精呢也主要在心精 因为酸枣仁呢 本身有酸 酸如肝 所以呢 也和更多的和肝精的联系在一起 所以就认为白子仁呢 养肝不明显 实际上这个白子仁的养心 也是一个偏有滋养性的倾向 不能专门作为一个补虚的药 这个心不管是血虚 气虚 阴虚阳虚 单纯的把白子仁作为一个补虚药 没有 也是在以心神不明为主要症状的时候 它这个症心偏虚的时候 把它作为安神药再使用 而不是把它作为补虚药再使用 所以这一点上呢 其实用不作和酸枣仁进行比较 因为两个药都是 基本作用都是安神 一个是养心 一个是心肝兼养 那么这个也是只有理论上的价值 临床的实用价值并不大 在治疗虚阵的实眠当中呢 那么这两个药呢 经常是在同一个方当中都使用 可以互相增强 这个临心安神的效果 所以不要求 对这两个药在养心安神方面呢 进一步的比较 就知道有这么一个功效就行了 那么有的这个 虚症的失眠 健亡多梦的患者 那么同时又有肠草便秘 那么这个药呢 又能够润肠通便 那么这个可以把它作为一个腿针 结合起来 这个肠草便秘 兼有这个心肾不灵的 那么当然首先 就可以考虑选用白子仁 那白子仁的润肠通便呢 它可以单独使用 白子仁含的脂肪油 含量也相当高 可以达到百分之五六四的脂肪油 所以这个单独的 比如说有的也是用这个白子仁 煮轴之类的服用 能够收到这个效果 当然经常也是在浮方当中使用 那么这个白子仁 在使用的注意事项当中呢 我们书上谈到了这个 变糖 谈诗多的 谈本身就是实错内胜的一种真相 那么这样的呢 那么可能它会加重这个变糖 不利于这个谈湿的消除 所以一般要趁用 即使要使用的时候呢 都要少用 过去有的人呢 就把里面的这个脂肪油 给它榨掉一部分 成为这个白子仁霜 现在呢 这种袍子比较少 中文字幕提供 中文字幕提供 中文字幕提供